刘强东作为京东的绝对掌控者,她的一举一动,都受到千万人的关注。 2018年9月2日,网传京东CEO刘强东在美国宁尼苏达州,因是相信其女大学生被捕事件一直牵动着无数网友和国民的心。 然而此事件未洗,恶好皆拥而至,11月11日,网上曝出新闻称,刘强东的妹妹刘强如,在九日在产子时,阴阳水分色而不幸去世,年仅42岁。 童韵,消失已久的刘强东,携妻子张泽天赶回班丧,根据爆料有网友称,在江苏处签并一晚看到了夫妻俩。 小时候艰苦的条件,让她和这个妹妹,很早就成了留守儿童。 作为哥哥的刘强东也担当起了兄长的责任,很照顾这个妹妹,所以他们的感情也是十分深厚的,只希望强哥也能够挺过这一变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